梁敬昆的双打接发球比较习惯于反手拧 但是顾玉婷又是左手 这个站位他是撞的 对 山东队的两个小孩 这个轮次梁敬昆的发球如果稍微出台 被樊正东上手之后 对于女运动员来说顾玉婷就有点难接了 稍微有一些长 但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回放啊 确实是非常经典 没错 让这个运动员有的时候 你像以前没有鹰眼回放的时候 裁判员判了 你不得不服从裁判 但是你的心里边一直在那嘀咕 哎呀 今天真倒霉啊 怎么碰到这样的这个裁判 我今天输就输在他手里了 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现在马上让你在这个屏幕上回看了之后 就是你会心服口服 没错 你不会再去纠结这一分 而且其实他的这个回放也是有利于运动员去下一步调整 因为我知道我问题 对 他在这个李笋教练那个组里边 他是最小的 但是李笋教练呢 顾就是在顾这个平时训练比较盯李小霞 嗯 朱玉玲比较多一些 就是很难就是顾得上他 结果他就有一些想不通 觉得哎呀 真没意思啊 就这种 嗯 这么迷茫的走了这么一两年之后 就错失了很多机会 其实顾一亭是首届青奥会的女单冠军 没错 最后穿直线 今天樊振东和陈宝两个人在线路上打得更加灵活 那么这一局这个樊振东主要是 其实这一局球啊 对梁敬坤来讲难度系数比较高 因为他要接樊振东的球 之后呢 他还不要就是不能说不能三比零领先 哎 这又是一个直线 广大球迷朋友们有很多这个 在这个我们国家有很多业余爱好者 也在进行到这个比赛当中 其实他这个 并不是说国家队的打的一个胆量 就是破理 你能不能够做得到 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你看这种 陈梦这个反手质量 很高的 但是你如果说是斜线 对这个梁敬坤而言 他就就在那等着了 嗯 位置比较正 对 所以说陈梦这个